為何要贊助立法院?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反對原生贊助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是一個省 管理很多民生法案的地方 內政法案外交法案三省 所以他贊助的話 立法委員就不太放有薪假 對 他們不用上班才領薪則 那我們事業勞工 還一筆一筆錢都領不到 因為我很不公平 我就要說原生把立法院讓出來 讓立法委員做一次吧 今天是針對全世界 不能因為反中而一直不停地去反中 國際主流審查 我同意 因為你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一條一條來查 查到最後就辯論 要相互之辯論 要辯論真理越辯越明 到底要不要走上世界 你現在說完全否決重新開始 在國際 今天我們是個國際社會 我們心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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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派到了 台灣多年來 我們支持的訴求就是 希望台灣更進步 然後不希望他們霸佔國會 我覺得真的沒有辦法代表我們 全體的聲音 對 然後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每個人用每個人自己的聲音 他不能代表我們 支持竹條生強 我覺得如果有 就是有瑕疵的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改進的 但是他們今天 並不是訴求說改進 他們是要退回服貌 他們要退回服貌 還要希望 將銀化下台 那就已經偏移民主題了 所以你們也是支持立法 跟看看 讓大家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做到 我很支持說 讓人民更了解 服貌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是有關於台灣的未來 對 必須要大家都共同的 來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台灣才會進步 好 好